欢迎来到Just Talk 叫土克 我是你们的DJ 浩克 你们有没有听到背景这个音乐响起 当这个音乐响起时呢 它代表我们的冰霜之类的主唱也来到现场啦 我们先来欢迎他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冰霜之类 First Tears 的主唱 莲 你的本名是叫王兴莲的老师 对不对 一定要帮你本名讲出来 大家都叫我Melody Melody 对 因为他是我的那个Keyboard老师 他是我们学校的Keyboard老师 那我今天特别热情的邀请到他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跟我们分享一些音乐 谢谢 浩克 那你要不要先分享一下你们这个团的介绍 跟你自己一个人的经历 比如说读哪里啊 或是说就是一些经历这样 其实我自己我本身就是古典声乐出身的这样子 那后来的时候是研究所是念表演艺术 所以后来我接触到这一类的音乐 就是我现在在制作的乐团的音乐 其实是曲风是从荷兰那边的来 然后这个曲风是有点类似交响歌的金属 对那时候就会觉得哇把古典跟就是有rock 这种metal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非常的有趣 那你们像这种乐团它是叫哥德式是不是 对 哥德式是就是像你刚说的这样子 其实哥德金属的它其实会带一点点的 主要特色是有点优暗然后低调 然后它有点就是营造气氛的感觉 主要是用钢琴或是一些键盘的合成器 称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曲风 然后搭配的是主要像女高音的这个部分 所以有配合到声乐 对有配合到声乐 它就是算声乐的一种吗 对声乐 然后但是在国外其实还蛮流行这种曲风 那其实我们团的曲风不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在 其实还有一点power metal的成分 那其实女主唱的话呢 就是我除了呈现一些古典声乐的那种感觉 那其实还要再带一点 有一点流行的风格在里面 对 那power metal是什么 因为我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metal是什么 像我学音乐我也到二年级才知道 metal原来是重金属 很丢脸这样 其实metal它其实就是起源于是欧洲那一块的部分 然后其实像歌德金属的话 它其实是因为之前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很多的金属的音乐 金属的乐团 然后把它改编成就是结合像是歌德比较幽暗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这个感觉 所以于是结合起来的时候 它其实有金属的那样子的一个味道 比较比较重的这样的味道 但是它又保留一点就是比较柔美的这个感觉 那现在一般地下乐团都是走什么风格比较多 像独立乐团的话其实就是还有很多的曲风 其实我们这样的曲风在独立乐团只是一小众 就是小众里面 那其实很多像是比较掺杂一些call的乐团 然后或是一些比较金属的乐团 或是一些比较重节奏 或是重rock 或是嘶吼的也都有 那就叫metal嘛 嘶吼的 对对对 其实比较强调嘶吼的感觉 就是metal里面还蛮常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曲风 因为想要抒发自己的情感 于是呢就是如果唱的话好像没有那种感觉 于是大家就用嘶吼的 就比较强烈 对强烈的感觉 国外也很多都比较属于重金属的乐团 对对对 像我自己就很喜欢那个致命情人 致命情人你有听过吗 你要说它的那个 英文名字吗 英文名字我也不会念 只会知道它叫致命情人 反正它也是 就是它前面去唱歌 然后唱一唱就开始 就是副歌就开始用吼的 那种大概是偏什么 那种就算什么 就是它也有死腔吼腔加进去 所以它们那种就是混合的 有的是有的有的比较极限金属 就是边金或是前卫金属 哦那是什么东西 对 前卫的话它可能就会 它的拍子会不是那么固定 对它可能就是 比较像乱叫这样子 可能有三拍三拍四拍 所以还是有个固定的拍子 不是乱叫 对它不会是固定的拍子 对 然后像是前卫金属就是有一个非常前 就是比较大前辈的一个金属叫做DT Dream Theater 所以大家都会去听 对国外的乐团 乐团 对 它现在还在吗 对还在 它的主唱 它的主唱就不是随便乱去唱它那个位置 因为它的拍子 正拍跟反拍 它其实它的拍子变化非常的多 不像我们就是流行乐的 一二三四这么固定 它可能就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 对 OK 那你要不要放一下 下一首你有准备的 给我们听的一首歌曲 那我今天带来另外一首歌曲 是我们的里面的有一首歌改编 在2012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去做了一首歌曲 叫做Amazing Grace 这奇异恩典嘛对不对 对的 听到这旋律就才知道 现在后面唱歌呢是你吗 是的 是你录的 是我录的 那不是国外人唱的吗 是我唱的 这个是你唱的 对 其实这首歌呢是我们乐团 在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世界末日 那大家都在讲世界末日 那时候好像玛雅预言 2012年的12月是世界末日 于是我们就做了一首这首歌曲 对就是它其实不是末日 它其实是未来的日子 然后让我们去怀着感恩的心 然后去唱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前面大概是我们把整首歌曲把它编制成比较属于我们的风格 所以听到后面 比较不一样这样子 对我们就加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元素 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偏比较歌的或是幽暗的感觉 所以这首歌的时候在后面除了这一段吉他solo之后呢 就是偏比较幽暗 然后比较属于那种要阴森的这种感觉 阴森 对然后又会比较要难过的一些情感 比较强烈的浓郁这样子 那你们地下乐团这那种现在好像市场不是都不好这样 那地下乐团的窘境目前是什么 像我看很多有名气但是其实点阅率也不高 对 然后其实在电视上也很难看到 只能在一些音乐季啊 对音乐季看得到他们 现在其实我们的独立乐团 其实我们其实都不太想讲地下乐团 就是讲独立乐团 然后其实独立乐团标榜就是自己去制作自己的音乐 自己做自己的专辑 然后包括作词跟作曲 对然后就是一整个乐团全部都包括 然后包括的自己的行销 所以一般的那个流行的流行的乐团或是比较有公司的话 他们就是有大笔的资金可以去support他们 可是在独立乐团的话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因为只有资金的关系所以自己没有那么多的钱 所以你们通常都是拿自己钱在做音乐吗 对没有错就是自己拿自己的钱工作的钱 然后去录音然后去做混音 或是去包括给人家去做后制 对的这个状况 或是包括是在行销的方面 也是自己要掏腰包 然后花钱去做一些专辑的封面干什么 那你们那个宣传是怎样宣传 像现在应该很多学校的一些社团或是 像我们像我自己就有一个乐团嘛 我们学校有一个水沟盖乐团嘛 像我们宣传的自己的方式 这个乐团我听过真的蛮不错的 不错对不对 好 改天可以听我们乐团的歌 像我们推销自己就是顶多是Facebook的粉丝专页 或是一些朋友的爸妈 因为比较有企业上的关系 所以可以连接到我们一些做尾牙 我们做过尾牙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真的很棒 那你们是怎么去推销自己 因为我想说因为很多学校的学生 都很希望有这种表演的经验 怎么去推销自己 其实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国内的话 其实会去丢一些 就是让人家会去知道我们 譬如是在平台上面 会去播我们自己的YouTube 然后再去用Facebook去做发散 然后其实我们这两年 着重在就是往国外的部分 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歌曲 跟我们的专辑 然后内容的介绍 都用我们自己去丢国外的 譬如说一些乐评 然后或是一些 丢国外乐评 对一些网络上面 寄给他还是什么 对没错 就可能会用在Facebook上面的一些 连接 社团啊 因为他们会有这样子需要 就是有国外有很多的音乐 于是你就可以把这个丢在这个上面 然后去联络他们的人 对然后其实我们就是丢了很多 就是往国外这样子的部分 然后这近两年的话不止在德国日本 对还有法国其实可以买得到我们的专辑 真的假的 法国吗 对还有包括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对 是去他们唱片场 其实可以看到你们的专辑 有的是就是直接在 因为现在实体唱片很少了嘛 对于是大家都在网路上面 买那个实体唱片 单曲之类的 对所以我们是放在他们 他们觉得喜欢我们 于是就去订购我们的CD 然后放在那边 然后帮我们去做 比如说往国外会去做一些访问 访谈 都是用互相记email的方式 像你们这张专辑叫什么 九章是不是 对九章 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 那九章其实它是包括七情六欲 然后再加上人的生跟死 就是生老病死的部分 然后把整一个人生放进去 这张专辑里面 那所以就是如果有买要专辑的话 就是可以看到我们 每一首歌都有包括它的喜怒哀乐 像是对就是第一首可能就是 老师我发现我们时间来不及 我们如果想要继续听我们这张专辑 有什么更好的内容 其实可以上indivus 就是indivus 这个可以听到台湾很多很多的独立乐团的音乐 还有facebook 你这个音乐的介绍 我们要听justtalk焦土克我们的下一集 OK好的 我们下一集再见 OK拜拜